~~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命理杂乱 杂乱本质 他在风水上他是属于不好 为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二黑五黄是 飞星里面最凶的两颗星 二黑五黄他五行属土 其实土就是代表乱 所以你家要是乱的时候 一旦一大堆东西摆在那里 然后就让你觉得很碍眼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乱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二黑五黄已经产生了 所以你家的东西尽量规定位摆整齐 不要让他全部都堆在一起 杂乱无章的情况下 其实就算那个地方 并不是二黑五黄的位置 其实在无形中你也创造出了 真正的二黑五黄 当然对你的一个风水 就会产生一个破坏的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